大家好 我是周迪 我正筹备一系列与钱币收藏有关的影片 开创频道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投资钱币收藏这个领域 首先先短短介绍钱币收藏是什么 此频道的发展方向 还不知道钱币收藏是什么吗 就像有些人收藏酒会去烟酒专卖店 收藏饰品会去珠宝店 你有没有在路上看到过邮币社 但从来没进去过呢 有收藏邮票或钱币的就可以去找邮币社 早期的邮币市场集中在中华商场里面 商场拆除后就比较分散了 在中国内地会集中在一些大型的邮币市场 或股丸城里面 他们买卖的就是已经退出流通的货币 也就是当国家发行新货币后 我们口袋里的钱 大部分的人就会向银行兑换新货币 这些没有兑换的就会流入邮币市场里面 从流通领域正式进入到了收藏领域 除了大家知道不久前还在流通的第四版人民币外 还有每年都会发行的贵金属纪念币 更久在1948年发行的第一版人民币 元大头银元 清朝的荣阳 铜元紫币 在这些之前则是流通银定 应付通货膨胀的古代紫币 在这之前流通最久的方孔铜钱 也就是古钱 在秦始皇之前则是流通春秋战国的刀部币 在更早以前石器时代就是贝币 在贝币之前就是以物易物 没有货币 这么长的一段货币史我将会陆续在我的频道与大家分享 这一类冷门知识型影片没流量的主题我愿意尝试 希望大家给个赞并分享出去哦 将来的影片会分三大方向 货币史系列是各朝代货币的发展史 每次货币改革的原因及背后的故事 钱币介绍系列则是介绍钱币的版别价格及特色等等资讯 收藏小知识系列包含有如何看品项 颜色包将分辨真伪 一些实质的能帮助你收藏的知识 这部分我也还在摸索 不过对于新手应该或许有一点帮助 小小我的频道好像几乎是所有有关钱币收藏的事 所以节目单元我叫必尝那些事 好啦将来上传的平台有YouTube Bilibili 另外会在Facebook或新浪微博推广 希望每个星期固定上传 有兴趣的朋友请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帮我分享出去吧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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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